你的 Pressure 的值 你的 Pressure 的 Level 或是你設定的 PC 的 Level 它會有直接往上 Addition 10 加 10 上去 這是 Pressure 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設定 Volum 的部分的話 它會直接把你設定 Volum 乘 1.5 乘 1.5 假設你是 500 cc 那一次深呼吸就會變 750 cc 這樣子 好 OK 那你這個深呼吸 OK 這是深呼吸的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是 Backup 這個 Backup 是做一個 Apnea 的 Backup 當病人 Apnea 的時候呢 它會怎麼來支持 它用什麼模式來支持 看你狂起來 其實這個你到時候可以直接跟同學講 假設我們今天設定在 Pressure 的 Mode 任何一個 當這個病人 Apnea 的時候 比如說它 Spontaneous 當病人沒有自呼的時候怎麼辦 時間一到 它就自動 Backup 到 PCB 去 但是它在 PCB 裡面開始做 Backup 對不對 病人只要 它又恢復自呼 自呼的模式 自呼的情形呢 只要連續兩次的 Trigger 它又自動會跳回到你原來的 Spontaneous 假設你是在這個 Volunt 的模式 SIME Apnea 它就跳到這裡 兩次 Trigger 它就跳回這裡 然後這邊就跳到這裡 然後兩次 Trigger 它就跳回到這裡 ASV 它不需要 Backup 因為它自動會去調節 當你沒有自呼的時候 它就給你 Control 當你有自呼的時候 它就用 Pressure Simple 到時候再 T 好 OK 好 那這個是所有的 Mode 然後 Addition 的功能 好 OK 我把它 Close 那再來是 Control Control裡面呢 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你要跟 就是要跟同學解釋一下 我先把它換成 這個 SRMV 的好了 SRMV 裡面 它裡面 它有一個東西要跟同學講的 P-RAMP P-RAMP 是壓力的上升速度 就是剛剛蘇老師說的 那個 P-RAMP 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 設定到 Pressure Control 是 15 它從 5 爬到 15 從 5 爬到 15 它所需要花的那個時間 要多少時間 這就是 P-RAMP 從 25 到 200 毫秒 也就是說 0.025 秒到 0.2 秒 就可以爬到我們設定的壓力值 假設我們要從 P-RAMP 5 爬到 15 我們 若是這個病人 它是屬於 它的呼吸是比較喘 它需要 它的需求量是比較大的 我們就可以調到 25 毫秒 那它在最快的時間 它會用最強的 Flow 直接拉到 我們設定的 Pressure Level 讓病人會覺得比較舒服 好 OK 那下面 ETS 呢 ETS 就是 我們有做 我們有設定 Pressure Support 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設一個 ETS ETS 就是從吸氣 就是我們那個 Flow 就是那個氣流 從進氣期轉土氣期的那個靈敏度 你們有上過 ETS 嗎 還沒有 那蘇老師應該之後還是會跟你們提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 ETS ETS E就是 Expiratory T就是 Trigger S就是 Sensitivity 那不一定每一家的稱呼都一樣 但是大部分都是叫 ETS 就是 就是吐氣 Trigger 的靈敏度 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設的 呃 假設我們是 P 到 70 假設我今天轉到 70 你看它的氣流的形狀 你先注意看一下它的氣流 這是 25 的氣流的形狀 到 70 的時候它的形狀有什麼不一樣 欸 不行 它現在是 Control 來 你 Trigger 一下 你把它拿過來好了 它很鬆齁 它很鬆齁 好 你看喔 它在這個地方 它就直接轉主機騎了 就是它 它這個氣流上去 它現在都還是 Control 來 我把它變成 好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好 你看喔 它是氣流的形狀 它氣流掉下來到這個地方 它就轉 轉成土氣型 好 那我們就是把它的 ETS 調小 調到 5% 應該會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差別嗎 它沒有直接轉 蛤 它沒有直接轉 它沒有直接轉對不對 它就是一直慢慢慢慢慢慢拉到 快要結束的時候它才會轉 所以它那個 ETS 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氣流 假設你射到 75% 就是說 假設你拉到最高的時候是 100 分 當你降到 75 分的時候 它就直接轉去機器 那你如果射 5% 怎麼辦呢 它意思就是說 你拉到 100 分 然後掉下來 掉到剩 5 分的時候 它再轉去機器 所以這個到時候應用上 你可以再聽一下 蘇老師 什麼樣的病人適合 要把 ETS 設高 什麼樣的病人 要 ETS 設低 好 那你這個到時候再去研究 好 擋錯的部分 比較 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個東西 也是這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 Trigger 的方式 有 Flow Trigger 也有 Pressure Trigger 這你都知道 那調整就是這樣調整 你就拉到這個紅頂的地方 壓一下變 Flow Trigger 再壓一下變成 Pressure Trigger 對方繼續變換 好 好 換 mode 好 再來是 Errol Errol進去呢 我現在是把這個關掉了 這個 這個它是一個 Air Trapping Air Trapping 的一個 Errol Air Trapping 你們也知道吧 不知道齁 Air Trapping 不知道是酸沒有關係 你們就當作沒這個為止 好 然後再來呢這邊有一個rate high rate low rate 然後pressure high rate low pressure 這邊有apnea time 這apnea time我們可以去調節 好 所以說當這個病人apnea的時候 他什麼時候會開始警報 跟什麼時候會開始backup 就是靠這個時間 最小最小就是15秒鐘 當病人apnea15秒鐘 他會警報 甚至他會警報 好同時他也直接轉成backup模式 然後如果變成20秒鐘 他就是到20秒鐘才會警報 然後轉backup模式 然後這是tidal volume 高低詞可以去調節 高低 然後再來是mini volume mini volume mini volume 一樣高低 好去調節 好 那就是這個地方了 那再來就是monitor的部分 所以這樣你講完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一半講完 再來是monitor monitor第一個就是參數進去 好 進去這個地方 他會把整個他的呼吸參數 你可以記起來 總共就是26個呼吸參數 他有分層 一樣有分層 上面呢是屬於比較基本的 下面呢就是屬於Long Mechanics的參數 好 那上面基本的參數呢包括 Pressure的 他一樣有分層的 這邊呢就是Volent 這邊就是Flow的 這個地方就是Timing的 好 所以你看這邊 Pressure有哪些 有Peak Pressure 有Pratile Pressure 有Mim Pressure 有Peep 然後還有Minimum Pressure 那這個就是Tidal 這個有Volent 包括Tidal Volent 吐氣Tidal Volent 跟吐氣的Mini Volent 那這邊有一個Leak 這個很重要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應用 在臨床上 這個 這個東西呢叫做Leak 那它的Leak是Leak什麼呢 病人端的Leak 所以你管路的Leak 它不管 就是說 當你在做Tinese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 你的Tinese是不是你的管路有漏氣 所以它沒辦法緊密 它就會直接告訴你 但是你的管路都沒問題了 按到病人上 還是有可能會Leak 這時候Leak就是出現在病人端的 哪邊呢 Cup的地方 因為有可能病人久了Cup 它會變得比較硬啊 脆弱啊等等等等 它 甚至它角度的問題 有可能會有Leak出來 當有Leak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怎麼我給它的Volent 為什麼測出來它的Volent 都達不到500呢 如果剩500 它回來就知道